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是關於這個youtube 行動直播的問題 啊這個youtube的這個行動直播他上面官網上面寫說 這個必須要 這個你看看這邊官網寫說他要做行動直播 必須要達到這個訂閱人數要到1000人你看這邊上面有寫 那要寫1000人他才有辦法 1000人才可以讓你做行動直播 他不是說不讓你直播 他不是不讓你直播他是說不讓你做行動直播 什麼是行動直播行動直播就是拿著iphone這樣跑來跑去這樣直播叫行動直播 如果你的訂閱數是低於1000人的話 你不能拿著iphone這樣跑來跑去做youtube直播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說 如果你的訂閱基石你的訂閱人數是低於1000人 你還是可以拿著你的iphone晃來晃去這樣做行動直播 我今天要介紹一個軟體叫做這個 那個media link live 那個就是 呃我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這個 我們等一下這個影片的主題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要叫你 你 不管你要做行動直播還是要做電腦直播 你的youtube的直播功能一定要開通 第一個我要教你 如何開通youtube的 帳號 的功能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說 你開通好之後你第二次你就可以用你的電腦直播或者是用你的 行動電 行動手機直播 好 那我們就是要介紹你說如何用行動 要用哪個app可以做到這個youtube的行動直播 好 這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要用內建的鏡頭做直播的話 我們還可以教你說我們可以用外接的這個 外接的這個攝影機啊 透過iphone做直播好這第三件事 這幾天有介紹的三件事 這當然第三件事是要錢 要買那個iphone專用截取卡 那前面兩件事情就是 用iphone內建鏡頭直播這是免費的 好我們現在繼續開下去 好 我們講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何在 如何要如何 如何開通youtube的帳號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首先你要進去這個youtube這個官網的時候 你要用電腦打開來 好我們再講一次哦你要用電腦打開來 用電腦的瀏覽器打開來 第一次一定要用電腦瀏覽器打開來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哦 第一次用電腦瀏覽器打開 那就打你的youtube 好我就說到你的youtube去 那你到你的youtube 按你這個東西直播 第一次你就按下去按下去按 記得按 進行直播 他就 你第一次直播的時候 不一定沒有去這畫面他會叫你 他會叫你什麼呢 他會叫你 他要叫你說 請你打入你的什麼那個手機號碼 什麼什麼的反正你打上去就對了 打下去之後反正你第二次直播 反正第二次做直播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到這個畫面就對了 你要看這畫面 通常要等一天 要等一天的時間 好反正你要看這畫面 你確定看到這畫面的時候好 你就把電腦丟到旁邊去 不用管他了 好 你看到這畫面的時候 你就把他丟到旁邊了 不用管他了 好來我們就把你的那個電腦打開 把你的手機打開 首先請你下載這個軟體 你去這邊下載 請你下載這個軟體 這叫做medialink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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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你下載這個軟體 好 那我們實際做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用 好 好我們來實際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按就把它打開來這個app 好把app打開來打開 好你打開app就長這樣子 那你就把這個 你就記得按這個設定 這邊有個設定 然後呢 你看這個app的好處是什麼 你看一下 他在app好處是 他可以選擇解析度 怎麼可以選擇解析度 你看看 720p 108m 360p 這些都可以 然後呢 他還可以選擇 冰瑞 好冰瑞 好冰瑞什麼2500到5000啊 這些有的沒有的 好我們來跳一下過來講 什麼叫做冰瑞 冰瑞是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是這樣講解析度是講你的話直播的大小 但是你們大小裡面的內容 就是說你壓縮 裡面的內容的層 細膩不細膩那就是冰瑞的 如果冰瑞選的越低的話 一樣是720p 裡面還是會有馬賽克 如果說 你冰瑞調高的話 你的畫面就越細膩 那通常我就不會有馬賽克 那當然你說數字也不能調太高 因為你要跟你的網路的速度有關 那 那我們根據youtube給我們建議是說 你要做youtube直播108MP可以選擇到 40005000都沒有關係 好大概就這樣子哈 好 那 所以我們等下做直播的時候我們等下youtube我們選擇 4000108MP4000做一個直播給大家做 參考一下好 那我們要第一條回去給大家看一下好那我們 我們跳到畫面就說一第一步你要先設定這個 我們先選擇 1080p 好就選擇1080p 然後呢B隊我選擇這個4000 4000 好那我們再來就是要做那個 那個youtube的設定啊你怎麼連接這邊選的新增 先登出啊 我們先新增 youtube帳號 youtube帳號 這是 好把這空一下 然後就登錄了 第一次的登錄 沾下一步 下一步 登錄 還是把這扣該那個扣把它貼上去 完成 下一步 好他就覺得這有的沒有的好就允許允許他 允許他 好他這上面完成就要完成 好這時候就完成了你就做youtube直播了 ok好這時候就退回去退回去 退回到原始畫面去 好都有原始畫面了 好我們就來做直播 你就按右左上角那一個按鈕左上角那一個按下去 那就按youtube直播 然後再給大家解釋一下這個app的右左下角一個switch 他可以選擇前鏡頭後鏡頭前鏡頭後鏡頭這樣子 好那我可以選擇前鏡頭好 好那我們就按開始直播給大家看一下 就youtube 然後就按選取 選取 你來選取你要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名字不喜歡你自己這把改一改 自己改改掉 改到你想要的名字 這樣子 好要不要設公開不公開 設定的直播 好就要開始直播了 好這樣就出去啦 那就直播了 好我們跳出去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樣就開始直播了 這樣子直播了 好那 我們 這個軟體 是免費 那他有個問題就是說 他的右下角 呃我這個是已經破解了 不是破解我們付錢的 如果你沒有付錢的話 他們會右下有個mark 有個浮水印小小浮水印 那個浮水印的 你把他拿掉是 這個 台幣30元台幣 然後是買段式 就是你付完30塊的話 你用一輩子都不用錢啊 我今天可以買了 你確定不測試不錯 你可以把他買掉 就把他浮水印拿掉 他是 值得投資 我就是推薦 為什麼要這個media link live 他有兩大因素 第一個最大因素是說 他的 他是可以選解析度的 你一般看到 市面上那些所謂的第3號的youtube直播 他的解析度是無法選擇的 這第1點他可以選108MP720P跟 480P 好第2點是說他可以選擇冰瑞 就是大陸人講的馬率 這個馬率很重要 通常你看到其他免費的app 馬率是不能把調整 他一定用最低的 就是會看到馬賽克 我們就可以調到1萬1萬5 當然實務上 我們不會用到1萬5啦 你在實務上在做直播的時候 108MP40005千就夠了 這最重要就是馬率 可是一般人都不會告訴你馬率有多重要 只有我們會告訴你馬率非常重要 好 這馬率 超級超級重要 如果你馬率調的很低的話 你直播就會有馬賽克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看這邊 為什麼推media link live 第一個是解析度可以加的 第二個是 馬率可以啊 最高給他1萬5 那我們實務上是做到5千4千的 比率好 那我們實力看看直播的結合是長怎樣 我就點我自己的這邊 跳到剛剛我的帳號去 直接看看直播結果 好這是我實際直播的 你們看一下 這是實際直播的 實際直播其實蠻流暢蠻順的啦 給大家看一下 好蠻順的 好大概就長這樣子 好這是第2件 這是第2件事 就是說我用這個 用那個 我用那個 Youtube直播使用 iPhone的內建鏡頭做直播 這樣子用內建鏡頭做直播 那我們要講第3件事 第2第3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用這個直播的話 那怎麼辦呢 好我們來實際做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要用iPhone通過這外接攝影機做直播怎麼辦呢 那簡單你要買我們公司這個 iPhone專用截取卡 那我 要買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就可以做到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怎麼連接 那我們很快的連接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都是出貨會送的啦 這條線沒有 出貨會送的 首先呢先將這個 iPhone截取卡的這個電源先連上去 這個是micro HDMI 好這個 這個等下給電 然後呢這個叫做lightning lightning轉USB3轉換器 這個我公司出貨 這個出貨也會送的 來 那我們也是要將這個電源 這個是lightning iPhone充電線 這你自己就會有了 所以要把它接上去 所以要供電就有兩個頭 然後這是小米供電 電源供應器把它接上去 這是出貨也會送的 出貨也會給 也會給 好把接上去之後 就這樣子 就這樣給電嗎 對不對 好 那目前這個就有電啊 你看這個燈有亮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 也給電了 然後把這個頭 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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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上去這樣子 然後呢這是你的iPhone 把它連接進去 好這樣子 或者是你覺得 不想直接這樣連 沒關係 我們出貨也有送這條 你的延堂線 這樣子 到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把它收納進去 這樣子也可以 為什麼要加這一條線 因為到時候你就可以將這一坨東西 有沒有 把它塞到包包裡了 我們就把這個HLiPhone線把它拉出來 然後這個把這些把塞到包包裡 有沒有 塞到包包裡 做一座行動服多塞到包包裡 然後到時候肉頭就是有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攝影機 把攝影機打開來 把接上去 這樣子接上去 我們再來測定一下iPhone這邊 然後你看哦這邊 我們再把這個MegaLink打開來 有沒有 畫面是不是來自於 這個攝影機 有沒有 大家看一下 這攝影機哦 我對著我自己的臉啊 對著我自己的臉 有沒有 對著我自己的臉有沒有 對著前面 我把他做錄音 我對外面做錄音 有沒有 有沒有 好這時候呢你的這個包包你就可以背起來了 背起來放在身上 這樣子 背起來放在身上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直播了 怎麼直播呢 一樣的這樣子 這樣子選擇 YouTube 選擇 選擇 開始 開始 好像就直播了 是不是麻煩便了 那就可以拿著你的攝影機到出去做直播 這樣子 剛剛介紹 剛剛介紹就兩件事情嘛 就是我們在這影片介紹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如果開通 不管你的訂閱數有沒有少於1000還是大於1000 而且你一定要先開通你的youtube的直播功能 好第二件事情我們就是用 這個手機的這個app media league live 去做到內建鏡頭的直播 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我們要做到什么事情就是 那個可以拿著外接的這個攝影機 點擊iphone上面做直播這樣子 好以上就是這一集 如何用youtube做直播的這個詳細介紹 謝謝大家